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广为传颂的歌仙刘三姐 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 刘三姐传说集这本书 收录了不同版本的刘三姐传说 其中有一篇讲的就是 刘三姐遭到地主墨淮人迫害后 辗转来到柳州的故事 广西科技大学学习声乐的同学们 组成书本旅行团 开启了探访刘三姐的旅行 根据书中的线索 书本旅行团一大早就来到了柳州市的渔峰山 渔峰山又名利渔峰 位于柳州市中心 相传这里就是刘三姐 曾经生活劳动和唱歌的地方 今天的雨峰山到处飞扬着歌声 就连地面上都雕刻着 关于刘三姐的歌词 置身于这样一种浓厚的音乐氛围中 书本旅行团有些兴奋 大家不由自主地想加入其中 一起唱起来 这边出去吧 那边有人在唱歌 真的吗 这有出口 是 走吧 去看看 라는嘴里 WARIST 然后无人的掌心 长来那边湖 那边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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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山顺得亚和木鲜 室内卷竅 解释了 三 Tampa 老画梅 有一个疑问就是说 气死深山老画梅 指的是什么呀 他说他唱也好 深山老画梅还唱得好 意思是我们的歌声 比画梅唱的还要好 原来是这样 余风山虽然地处城市中心 却有山有水 是个唱山歌的好地方 山歌传情 在这里一盏歌喉 也让书本旅行团 对刘三姐多了一些亲切之感 看 丽云峰 是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 刘三姐故事背后的文化 书本旅行团前往三姐岩 去寻找本次旅行的嘉宾 南国金报的记者 柳州市柳宗原文化研究会的 理事八方 到现在还是歌声 飞满余风山 为什么在这里这么多的民众 去唱这个山歌 其实不光是在余风山这儿 有很多歌声 其实在柳州处处都能听见歌声的 因为啥 因为歌仙刘三姐 给这个地方留下来了很多的山歌 余风山 这是它呈现的地方 柳州人特别爱唱歌 柳州还特别喜欢办各种歌节 歌会 歌赛之类的 然后大家都是喜欢以歌会友 以歌传译 以歌宣教 搞各种文化活动的时候都喜欢用山歌来宣讲 比如说宣讲环保啦政策什么的 都喜欢用山歌做载体来做宣传的 那刘三姐这个人在历史中真的存在吗 她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各个地方都有 你看光是在广西 柳州有 河池有 桂林 南宁都有的 广西之外 广东啊 云南啊 贵州啊 都有的 不光是刘三姐 还有刘三妹啊 刘三婆啊 所以她可以说是善于反抗的一个农家少女的形象 在她身上得到一个体现 所以有不同的版本啊 对 她的那个传说的版本很多的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 那就是她又漂亮又勇敢 而且特别会唱歌 经过上千年的演化 刘三姐的形象早已超越了地域性 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喜爱的歌仙 书本旅行团走进歌仙祠 只见居中一尊刘三姐雕像 壁画上描绘的也是刘三姐唱歌的情景 传说刘三姐会唱的山歌特别多 刘三姐传说集中写道 后来有一个农夫来和三姐对唱 一直唱过三年又三个月仍不分输赢 那么刘三姐被人们尊为歌仙 莫非就是因为她会唱的山歌特别多 带着这个疑问 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距离歌仙词不远处的 三姐岩 岩洞位于于风山的半山腰上 据说刘三姐来到柳州后 就是住在这个地方 因为她在当地得罪了大地主 莫怀仁 她不仅是欺压百姓 而且她还想要抢娶刘三姐做小老婆 然后刘三姐就反抗 然后她就和她哥哥乘船 从宜州那边下检河 然后经过龙江进柳江 来到了柳州 也买不起房子的 所以他们就来到柳州 就住在这个渔峰上的这个山洞里面 看这个场景就是在农田里 对吧 三姐岩洞内的结构非常蹊跷 素有七窍八通之称 明代旅行家徐霞克到此旅游 技术这里说 透腹缓转 中空外达 八面玲珑 书本旅行团行走期间 发现洞内空间果然是四通八达 这个场景就是刘三姐 对歌 然后莫老爷你看在那里就气得不得了 莫老爷为了在唱歌这上面打败刘三姐 专门搬了三个秀才出来和刘三姐对歌 结果三个酸秀才只会翻书本 没有像刘三姐这样子出口就成歌 唱来唱去根本就唱不过 对 刘三姐她很小的时候就通音律了 她出口就成这样 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是这样的那种酸秀才能 所比不了的 对 被比得连连落败 莫老爷气急败坏 你看是吧 还有个小人在这里悄悄地跟他说要怎么怎么样 这个情景还挺生动的 是的 书本旅行团上台阶来到更高处的平台上 只见洞内昏暗严实奇巧 见或有蝙蝠飞过 让人感到有点害怕和担心 那当初刘三姐和她哥哥来到这儿 那她不会感到害怕吗 这么黑的一个煽动 在这个地方生活 实际上心中她还是安定的 至少第一个像能够躲开这个地主的迫害追杀 另外一个她和哥哥在一起有个伴 另外呢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这个是余峰山的半山腰 没有特别荒僻 然后山下呢就有好几个村子 而且她因为唱歌的这个天赋 大家很喜欢她的歌声自带魔力啊 所以呢旁边这个雕像里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她身后总是好多人的 我就觉得仅凭刘三姐的歌声 怎么能够让这么多老百姓喜欢她 只是因为她的歌声好听吗 刘三姐之所以能够成为歌仙 其实不仅仅是她动听的歌喉 而是她身上有一种精神 就是很多人在面对压迫 面对欺压的时候是不敢反抗的 但是她敢 所以她代表了人们心目中的那种 英雄气血有一个果敢的一个形象 所以人们也不单单只是喜欢她的歌声 更喜欢的是她的那个精神 是啊 三姐对歌你看前前后后 上上下下 刘三姐的歌声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欢乐和亮色 更重要的是她为人善良勇敢 这样的刘三姐才是人人喜爱的歌仙 传说刘三姐的歌声具有魔力 可以令石牙上长出树木 刘三姐传说集中写道 当时刘三姐来此山唱歌时 柳州城郊千千万万的人日夜蹲在石上静听 白天炎热的太阳晒的大家头发起了火 晚上冷露打湿了大家的衣裳 于是三姐就唱歌叫石牙上长出树木 来遮阴遮露水 传说刘三姐逃到柳州的消息 传到地主莫怀人耳中后 她买通官府派出官兵将渝丰山团团围住 要捉拿刘三姐 附近的乡亲们闻讯而来 想要搭救刘三姐 但刘三姐不忍牵连乡亲们 毅然跳入小龙潭中 就在她跳潭之时突然狂风大作 一条金色的大鲤鱼从小龙潭中跃出 驮着刘三姐飞上了云霄 书本旅行团穿过洞口 来到了一处刘三姐成仙的雕塑跟前 大家仰头看向高处 那里的岩壁上 雕塑的是刘三姐成仙的情景 那就是刘三姐 你看她身上的装扮 这时候就是她已经成仙了 为什么老百姓会把它传成 她已经变成一个神仙了呢 其实这是老百姓一种朴素的愿望 希望她不是真的死了 而是变成了神仙 继续在传歌 因为她有动人的歌喉 而且又有抗争的意识 对老百姓来说 那是他们在那种欺苦的生活当中 一种希望所在 所以就会一代一代将她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对 是的 从刘三姐这传下来的歌声代代相传 直到今天歌声依然飘荡在这座城市里 对 时至今日 刘三姐这样一个虚构的人物 因为传说的丰富性 形象越来越生动 她所传播的山歌文化 也成为我们今天宝贵的精神财富 那么唱山歌需要怎样的智慧和技巧呢 书本旅行团的成员们都是学音乐的 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大家来到对歌评 找到了柳州市群众艺术馆的原副馆长黄小平 传统的山歌 它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呢 封建时代 信息不通 交通不便 男女接触的时间很少 很少 就通过对歌的这个形式呢 以歌代言 以歌交友 以歌传情 另外呢 我们很多少数民是没有文字的 那么他们的历史啊 怎么传承下去呢 还有一些生产生活知识 也没有书本 就是用歌 靠山歌 老一辈的用山歌唱 到节份了 你要撒裤子了 节份又要擦秧了 结份又收割骨子了 这个跟农作的时候有关 农作的时间 甚至一些生活的知识 也是通过歌 通过山歌来传播的 传承下去的 那唱山歌有什么技巧吗 当然有技巧啊 它是属于一种民间绝技 第一 要熟悉生活 传统山歌唱什么的呢 唱自己的生活 唱自己的劳动 身边的东西 柴米油盐 对生活熟悉了 它编歌的时候就有料了 第二呢 要勤奋的学习 要掌握各种编歌的技巧 柴米油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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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地头树下都可以 只要你坐在这里 另外一个坐在旁边 它可能是随心唱的 就可以了 然后比如说我起一句 然后我再说这个风景 然后那个可能 哪个男孩一听 这声音很好听 他随后就接了这样一句话 然后两人就开始对 是这样吗 是的 对场地的要求不够 心想唱歌就唱歌 柴米油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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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那个游客呀小龙汤嘞 一面那个四季呀过多段嘞 都是那个三姐呀亲口船嘞 听得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 记得那个游客呀 耍了一回呀想两回 想吃那个头菜呀到李庸嘞 听得懂啊 想吃头菜到李庸 这是当地的特产 李庸的头菜比较好 摆棚的莲藕比较好 这就是柳州的官话 不是 这个不是 管话是要讲柳州话的 他讲普通话了 现代三歌的一些特点 它已经要求没有这么严格了 你愿意讲什么话都行 但是必须唱歌的时候 歌词还是要以归流化为主的 这样大家才听得懂 我们的非物人文化遗产 它也要保护 也要发展 也要传承 那么它也要一时俱进 动人的山歌 一下子点燃了书本旅行团的热情 大家发现 歌手们对歌时确实不容易 他们不仅要急性鞭词 还要押韵 更要风趣生动 这让大家跃跃欲试 想要加入其中 与歌手们来一场对歌比赛 来 我们教练唱一首好吗 可以 听到一点的 在这边是歌师傅 在哪里 在这里 按照我们的传统习惯 你来出歌 两句 《柳州有座与风山》 《三下有个小龙潭》 《三下游乐》 《三下有个小龙潭》 《一三下游乐》 一天的旅行 书本旅行团在飞扬的歌声中 开始了探访 在充满传奇故事的山洞中 寻找刘三姐文化的来源 最后在动听的歌声中 体验到山歌的美好 刘三姐的歌 三年又三个月都唱不完 她所传播的山歌文化 也正如刘三姐传说集中所写 歌似滔滔流江水 远远流长永不断 事实上 这种非凡的音乐才华 是上千年来 众多少数民族的智慧结晶 她集合了各地的山歌文化 一天的寻访 最让书本旅行团开心的事情 就是看到刘三姐 山歌文化的传承 时至今日 山歌仍然想遍柳江沿岸 而刘三姐的善良勇敢 正是我们所弘扬的民族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